今天要给大家试一下一个新的品牌 就是那个卡口,我之前有买过它的,呃,对,之前有买过它的一个这样,呃,不知道能不能拍,拍在一起,等一下,哎,好像不太冷,哎,对,好像不太冷,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,呃,对,那个笔套,然后我又会把那个笔给,就是,给那样子就,那个笔就这样子给它,哦,不好意思啊,就给它放进去,这样子,反正它有一个夹成,呃, 对,反正我也没放什么,对,就这样子,啊,反正就是,还就有买过它这样子一个东西了,就是就跟你们说,啊,然后我就试一下它的一个钢笔这样子这一次,啊,然后先打开一下吧,反正这个笔,啊,对,就比之前那个什么,就是那个,蓝精灵吧,德利克那个,对,多印了几件字,卡扣Green, 嗯,我不懂Green是什么意思,你这个,这个就不环保了,对不对,嗯,然后有时候不会,就有时候ABS像一种塑料,有时候说,ABS可以分解,对,但是那个几百年,它能分解,但不能降解,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,哎,真的是,好,那一个,反正里面,对,就正常一些二维码什么的,对, 摆风高,高品质塑料钢笔,好,叫摆风吗,卡口叫摆风吗,啊,我不确定,反正你们知道就好,啊,有什么反正给我纠正一下吧,就靠你们了,哈,那个,好,录一下正题,把这些东西先放一遍,对,纯透明钢笔,但是最,还没做到之前那根什么,就KaliArts的那个Echo,Echo那个的完全透明,还没做到那样子,然后,插拔,啊,对,哎,有点细节,啊,这里有点喷沙的效果, 然后呢,就对,对一下那个长度是多少,先我们先这样子,哎,长度的话就是,对,也是一个中规中绝长度,13.5,对,到13.7了,然后,对,也是正常一个长度,无印的比,这根比正常来讲是,应该是偏细的,啊,然后再来整根透明的,呢, 反正就也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外观,呃,看起来偏粗,有点一个厚重感,偏蓝性,因为这里都是一个直,直屑,呃,直屑式的一个设计,对吧,呃,正常的话比较偏尖一点,偏尖一点,它相对来讲比较优雅,但是如果偏尖又不够胖的,就这样子收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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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的不够细,而且这里不够胖,那个感觉就不够古典了,对吧, 然后这个有点磨砂,然后防滑,对吧,呃,笔尖的话也是算是我比较喜欢的,有点抛光的,这样子,而且很素,而且像指甲一样的,呃,对,然后应该是可以换了,笔尖就不拆了,然后这个怎么上面我看一下,哎,怎么怎么转的,啊,对,就这样子,有点小紧的一个,对,小紧的一个螺纹,呃,对,这种才是我喜欢的笔握, 就这里收到很厚,对吧,这样子,呃,这个范围表大,我比较喜欢的是这样子一个笔握,呃,笔握来讲是我喜欢的,呃,对,卡口的一个笔,而且对,他这个收的比较深,对吧,可能会用料比较多吧,这种设计,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的一个,嗯,对,呃,这个也是透明的,然后这里增加了一些,就是那个加加金,对吧,加加高一点强度,呃,然后再下来的话,就是哪个,嗯,看一下啊, 哦,其他的就都是正常,就这里也是整坑,整个都是一个那个喷沙的一个塑料杆,像其他的笔盖和那个什么的,就是一个完全透明的,那我们就先来那个上一下墨,也是一样简单的上一上,把这个推走,其实他这个喷沙的话,墨水会不会更容易沾上去,我倒是不知道,哦,那个先放开一下, 有没有发现我的墨水永远是满的,对,因为我用,我是罐子是一个,然后又后面有好几罐集黑,然后我一直是用这个罐子,然后我一直往上面填墨,啊,对,就是这样子,就之前不是买了,有送一个这个玩意吗,然后我现在就加加加,一直加加满了一个就行了,好,那个,而且我那罐子用久了,有种历史感,好,那个一样,那个,看 看一下后面能不能,啊,好吧,也是这硬塞的,刚比我说真的不敢这样子大力甩,一甩,然后直接跪了,啊,好,那个下来,你先试一下写吧,好的,好的,那个试完了,比今天初期几乎一样,那个EF间吗,因为我买回来,但书写起来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,很扎实,然后但是他不硬,很软,因为我买回来,书写起来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,很扎实,然后但是他不硬,很软,因为我买回来,书写起来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,很扎实,然后但是他不硬,很软, 可能这个是塑料的关系吗,而且这个粗度可能是我,我平常拿的比较习惯的一个粗度,写起来反正挺舒服的,呃,然后呢,就,笔件有点小刮,对,在,就有点小刮,不算特别顺,我们笔件,但总体来讲还是ok的,冷写没有问题,这个,啊,触摸非常顺畅,完全没有问题的,也是那个,但现在笔其实很少会有这个问题的,我觉得, 但这声音不太好听,但这个笔件出来的那个,就是有点小刮,写起来的话,就是他不像阻尼杆那种,还是有点小刮,对,笔件来讲,我觉得可能德利克那个效果会比较好,对,或者傅里文的,傅里文的笔也比较好一点,对,啊,大概就是这样子,然后整根笔的话,反正拿起来平常写,哎,这个先放一遍,平常的话,反正整根笔你这么一拿就觉得,呃,对,正常的一个适合放在笔带,也不适合说买个笔套什么的, 因为也不是这么贵的一根笔,啊,反正就是,也是众多品牌里面,但是不算是最突出的一根,反正也还不错,就是写起来,然后透明的一个笔匣,对吧,呃,对,你看 这样子,当你这样压的时候嘛,他这里不会弹,像那种金属金属的那个笔匣的话就会,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这样子一个笔匣,我喜欢是我不太,我喜欢是这样子可以按,然后这样子弹,但是这个他有那样子的形状,但却不能做那样子一个性能,或者啊,不能做出那样子一个功能,那你还不如直接这样玩了,像这样你就会抄的,不是,或者想的时候不是很到位的一个, 上面有个,上面有个什么KG,对,这样子一个字,然后这里有一些就这些位置收的不是很漂亮,我觉得,对,当然了,你可以说是供应力问题,这个没办法,对,能理解,能理解,但是能做的更好,肯定是想要求说,做更好嘛,对吧,呃,其他的,这个的话,我比较的话,就是,算是我喜欢的那个什么爱,我那只就常用的那个爱成的,我很喜欢的那只爱成的一个设计, 但是用在塑料上面肯定是不是很逻辑,我认为,对,呃,也其他的问题,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的,出戏这个外观完全看个人,对,这个所以,呃,也不,也不会说太多啊,然后插拔的比个人来讲,肯定比旋转的方便,当然用习惯肯定没什么差别,但个人来讲还是喜欢插拔的,对,那有什么那个讲的不对的, 或者是说要纠正的,麻烦下面留言给我,呃,或者喜欢的,可以那个叫我微信,然后一起交流交流,啊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好,那个,谢谢大家